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今次要討論一下楊樂廷和另一個 列美娟 討論一下他們的自爆 被人叫做整容 執養 執養就是 聞一下 整容 不就飯到雪藏 多得老公天拍,心口照顧 D1J的演唱會 完結 不止D1J各成員鬆口 連主音 阿添的老婆 梁樂廷都放鬆 大家不知記得梁樂廷呢? 他就是 主持兒童節目 我記得 那時候說是飛釘 我也不知道,我沒有看過 他在社交媒體 寫了千字文 除了見證老公添的成功 更加抒發自己 過去一件不愉快的事 原來他在舊公司強迫 去做些不願意的事 結果因為不妥協 不能做 這個東界是誰呢? 話說 一堆開完演唱會 Tim的老婆 楊樂廷到場 每一場都帶著一大班 親朋戚友做啦啦隊 為老公打氣 唱完演唱會 楊樂廷更加在社交媒體 發千字文 分享他高低起跌的入學 原來在2003年 他說的是亞軍 其實我也挺喜歡他 我喜歡看那個 明珠台的 港式生活 海亦都說 自爆層被舊公司逼他整容 咦 誰是舊公司啊 原來楊樂廷一開始提到 DFGA的歌曲 令他上映一支高低起跌的經理 之後他寫到 曾經一段時間 我被舊公司不斷逼我去整容 因為不肯妥協 結果被人丟進雪櫃 即是雪藏 結果沒有工作的補身 當時老公很帥的跟我說 他會用他的所有能力去照顧 而的確我老公絕對是來 他的承諾 有可幸運 我精彩的主持生活 亦隨之開始 這就是我們的愛情開始 咦 這是什麼時候 真不知道 然後梁莫廷表示 很相信老公和DFGA 但在樂隊 經歷最低潮的時候 他竟然勸過 我面對現實轉行 現在想起來 很慶幸他當時沒有聽他說 我真是很盼服他對理想支持 搞樂隊一定是要堅持的 要不然 最終大家都不會看到DFGA 以往DFGA開場 梁樂廷都會求神拜佛 努力叫所有身邊的人買票支持 但這次他竟然因為要生 要坐月 沒有時間幫忙 反而叫他的親戚朋友幫忙 連一個素未謬密的人 好像餐廳 適應幫我做東西 都會來找我買票 真心希望DFGA能夠成功 楊樂廷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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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覺得很漂亮 不用整容 到念美娟 念美娟 念美娟 繼楊樂廷發表千字文之後 就說ViuTV 娟姐也說她曾經要求被公司執行 不過娟姐堅決之餘 更大條道向公司積極畫 這樣的樣子才獨打 原來娟姐早前是憑著人氣大叔的外人氣急聲 首對進軍電影界參與葉念心 得到英文電影分手專家 電影由陳蓉環 由陳家樂等等 31歲 娟姐又演一個惡婿熟女OL 是一個類似反派角色 跟大宗的確的首司機比傻大姐卡文完全不同 我笑完自己能否擔任都不知道 但幸好葉念心的悉心 只要希望她能上映給予觀眾的新鮮感 那誰做阿寶呢 楊樂廷之前被舊公司執行 訪問娟姐有沒有被公司要求變靚 但方回應 初初加入公司的確有被公司要求輕減少少 但娟姐堅決拒絕 並向公司積極爭取 但如果她變瘦就跟一般美女沒有分別 其實我也覺得她挺漂亮 沒需要執行 所以最後也沒有跟隨公司 原來她說肥德莉自己也很漂亮 很討好才是獨特 因為這些是說觀眾緣的 並不是說每個執行緣都很受觀眾的欣賞 也說廉美娟 曾經為大叔的愛增磅4KG 而她拍完大叔的愛 人氣急升 不斷喪食 更加和網民大讚自然又可愛 很有戲劇感 她做不跟餘的接班都可以 我看過也挺喜歡她的 原來她是31歲 17歲才入行 曾經主持過不少的ViuTV 那時候我也很喜歡她 金剛旅行團挺好看的 有酒今早醉 做美人 加上大癲大肥個性 加上火爆身材 觀眾所認識 早前娟姐在TVV的大叔 飾演公司行政助理Carmen 還有KK下屬 阿田耳目的同事 在劇中退了 不斷喪食的音樂 以蒙古姑娘參加 《全民造星5》的選不劇情 挺好笑的 我也有看過一段挺好看 我覺得她是可以成功的 我看她有一切做到明星的質素 你不要說她肥不漂亮 我覺得她有觀眾緣 很多人都喜歡她 所以她就算拍《大叔的愛》 暴肥了3-4kg 都一樣受歡迎 我只可以說 我只能說 娟姐也自爆 半年是零收入 住劏房 原來她做了辦公室工作 為了圓夢 參加做藝人圓夢 開始試過半年零收入 面對租金、養九開支 只是靠儲蓄家人支持 但她沒有放棄 直言有高有低 選擇搬去劏房 減開支 最終都成功了 原來 練美娟父母在印尼華僑 小時候回落回香港 浸會讀傳理系 讀書時 已經參加了LOW TV 1822年 畢業後 做過電影娛樂廣告公司 2017年 正式成為ViuTV的主持 在節目中的大癲大忽的形象 翻版不均勻地說 自然沒有想過 搞娛樂的角色 有人問她 是否27歲入行太遲 我也覺得不算太遲 當中不少人 天生吃這些飯 好像進去 家英哥都很大年紀才進去 這樣就一樣很成功 大家說 Only You 都記得她 所以很多轉譯點 就是當她做Glood Talk的時候 監製聯絡她 27歲她都給了很多小花年獎 結果30歲就更加煞發光芒 贏了 其實也是的 有些女人可能要過了30歲才行 所以我都希望祝聶美娟和阿楊又騰 能夠成功 給我們更好的作品 大家支持我高登仔 再見